就在刚刚我还认为这些猴子太嚣张了 但是现在我才明白 原来这些人跟这些猴子已经非常熟了 他们是专门带些吃的来喂这些猴子的 他们竟然还给这些猴子起了名字 这里是贵阳的秦陵山上 听说这些猴子非常有灵性 不过还要十分小心 避免被这些猴子抓伤 有一些人是为了专门来拍摄这些猴子的 这里大概有几百只猴子 如果不知道还以为这位大姐被这些猴子打劫了呢 这位做直播的女孩也是拼了 似乎这些猴子已经对她非常熟悉了 这位大哥一定是被这些猴子打劫了 这位小姐姐为了直播也真的是拼了 这只猴子都已经提到了她的头上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在户外和这些猴子做直播的 这群猴子说我已经吃饱了 坐在一起在休息 这是我见到最可爱的一只猴子了 她似乎喜欢一个人玩耍 对了 如果你来到秦陵山上 记得一定要把身上随身重要的物品放好 如果不小心被这些猴子抢在手里 那么被拿回来的几率就很小了 不过这里大部分的猴子还非常可爱的 再见 哦 我不放心 现在重生在家里也尽力了 不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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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